國會改革陽光法案 終於在立法院完成刪讀了 很多民眾非常期待 過去我們懷疑的 包括疫苗超私這些案件 接下來透過這一些法案刪讀之後 能不能足以的釐清真相 還給大家一個公道的一個道理 但是現在要仔細討論 傅昆奇跟黃國昌 這個藍跟白 他們合手起來 說要辦要組織一個 很像在野黨的特徵組 大家有疑惑的這一些超私疫苗 他們要好好的來做調查 但矛盾來了 柯文哲他從選前選後 都一樣維持同一個基調 他覺得不應該 另外設這個特徵組 他覺得特徵組有這個差別化 這樣子就不好 應該一視同仁 所以這樣柯文哲 算不算跟黃國昌不同調 我等一下來問波基 還有包括黃國昌 現在也開始要追一個 周玉扣放眼 他跟政府拿到一個標案 很多地方都有拿到標案 南北各地方政府 其中有一個是1300萬五年的 相關累積起來的一個標案 他黃國昌要跟高雄市政府 調這個資料 而且他是透過 公共工程委員會 但是黃國昌貴為立委 然後而且已經找 這個公共工程委員會 去居中協調調資料 高雄市政府姿態就是很高 不給就是不得 三度以讀不回 沒有把黃國昌放在眼裡 他舉例 譬如說這個周玉扣 跟屏東縣政府 網路行銷合作案 內容是潘孟安 高這個支持度41.6% 大幅領先對手 你到底是行銷屏東縣政府 還是幫他來助選選舉 這個你要講清楚 所以他想要看到資料 想要查清楚 以及這些資料 為什麼他有沒有透過 公開 透明 公平的方式 給周玉扣 他想查清楚 都拿不到 公共工程委會主委陳經德 他以前跟高雄市 也非常好 然後工程會 按照黃立委的指示 發函要了解資料 高雄市政府 他說他們進一步 再去了解 有講跟沒有講差不多 包括這個藐視國會罪 虛偽陳述可以判一年 有期徒刑 罰20萬塊錢 現在有一種討論 就是說這20萬塊 會不會變成60萬塊 因為民進黨立委 郭國雯就說 你忘了寫新台幣 所以你這個法條 寫得不清楚 說韓國瑜 就是不懂得寫法條 忘記寫新台幣 所以最後可能議員 議員要新台幣的三倍 最後罰60萬 其實我覺得 乾脆就不要改了 罰60萬我支持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副總召 他對於特徵組的定義 他這個叫做 文宣用語 他不是真的要成立一個特徵組 他的意思是說 當立法院有了調查聽政權之後 對於過去 大家很多質疑的弊案 可以終於組一個調查小組 調查委員會 在立法院判聽政會 邀請相關人 好好問個清楚 而且如果今天他們拒絕回答 或者是說無政當理由 不顧不到 是有強制的作為的 那這個就是說 他認為這個補足了 過去司法機關沒辦法去辦 還有包括我們的立法機關 沒辦法去監督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用這個特徵組來形容 他是他特別講的叫做 在野黨特徵組 所以他主要意思是 我們要查弊案 那跟這個司法機關的 那個特徵組完全沒有關係 跟某國王的特徵組 辦高官 辦總統的不一樣 所以今天民眾黨主義柯文哲 他被問到是說 聽說國民黨要跟你們組 特徵組 當然不是特徵組 在野黨憑什麼去查司法 問題有一點沒到位 對 所以我說其實 副總道也不用什麼 特徵組不特徵組 你就講說 現在我們就是要開始查弊案了 把幾大案列出來就對了 等到總統公布 這個法案正式上路 就要啟動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就要來查 王毅川到底有沒有收集 在野黨的集會資訊 類似這種 你就把明確的標的列出來 民眾就一清二楚了 至於這個周玉寇這個案子 其實他要的不是那個標案的 這個什麼 要花多少錢 不是他要那個資料 他是要結案報告 你一個案子標出去 你最後總會有一個 叫做結案報告 結案報告要幹嘛 請款用的 就是說你這個錢花出去 做媒體的宣傳業 或相關的使用 有沒有這個合乎效益 就KPI如何 沒錯 其實黃國昌他在很多的委員會 也質詢過這個事情 包括屏東 包括什麼 你濫用沒關係 但是結案報告 你只要告訴我 你這個錢 你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這個效益有多好 你要有這個東西 立委才有辦法去監督 這個資料應該沒有很敏感 為什麼不能給 因為現在沒有強制性 所以未來可以了嗎 只要這一次的新法上路 關鍵是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在調查小組裡面 他要去調閱這些資料 你如果拒絕 拍誰 就要罰 當然我認為這一次的 藐視國會罪 這些在野黨就是說 希望能夠推動 都是因為過去這8年 行政權獨大 你說像老柯 總召說 他說這次是習近平 什麼佔據的國民黨心理 這麼危險 為什麼民進黨 沒有把立法院議場癱瘓 不讓這個法案通過 失職 那你不就是共犯 太陽花 大家還記得半分鐘 張慶忠30秒 那是還在委員會 委員會送出去 馬上就佔領議場 為什麼這一次 你們都已經在議會裡面 四天 表決了四天 你外面有十萬人 你不衝進去 那是表示什麼 民進黨打架球 民進黨根本 不是真心想要擋這個法案 而是想要營造 自己的政治能量 所以像郭國雯講這個 其實老實說 他不提也沒關係 搞不好 黃國昌就是故意的 他故意不寫新台幣 他就是要到時候 有一個陳三倍的 搞不好他就是埋了這個梗 到時候等到真的 因為你要真的有具體裁罰個案 才會有罰款的計算的基準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以後 真的有發生要罰款的時候 才會適用 所以這個我覺得郭國雯委員 當然提早點出來不錯 但是也許黃國昌就是心裡 要這樣想 搞不好大家都故意 就罰了這個三倍 其實大家都一直有一點誤解 說這一些法案過了 專門辦民進黨 沒有 我看一下 其實這個攤長裡面的 還包括了陳從文 他就是國民黨的議員 現在他被羈押 甚至他有傳出有一篇報導 但是報導的消息來源 也滿詭異的 聽說是來自不具名的檢方 所以有待進一步的查證 不過我們問了這個檢察官 他說偵查不公開 不方便評論 沒有否認 也沒有證實 陳從文他甚至在 這個羈押過程當中 自己自爆 透過了辯護人 跟傳訊息給其他的議員 要求像這個蔣萬安質詢 勿必要強力堅持用 3M的這個評寬的網絡 等於說他被關了 他可以透過其他議員 來跟蔣萬安市政府來施壓 這個是前所未聞的事情 法官直接問他說 那你找哪一個議員 幫你代為質詢 法官也問得很直接 那現在因為有議員 可能是其他人共犯 所以檢方就要求 要再延壓兩個月 而且已經獲准了 陳總文成立了 這個麗琪公司 承接市政府相關的 這一些標案 還投資了這一些長照事業 麗琪現在的這個掛名負責人 就是照片上這位唐麗琪 這個檢調的掌握說 台志光大量的把工程 轉包給麗琪雲端科技公司 康麗琪已經承認有遇到問題 就找陳從文擺平 陳也可以從裡面 拿到工程的利潤 相關的案子現在在辦 也有人發現說 陳從文真的什麼都吃 連這個台北市焚化廠的 這一些廚餘的 再回收 再製造 這一些工程 他也要去標 什麼都吃 吃銅 吃鐵 這些都要吃 蔣官現在被問到說 連這個被關的人 都可以找議員來跟你施壓 你有聽過事情嗎 他只有回答說 我們態度很堅定 不會畏懼任何的壓力 請教玉峰 好 這個東西很多人看不懂 就是說他已經被羈壓了 他怎麼有辦法去施壓 然後為什麼這個東西 新聞會寫出 這代表兩個異議 第一個異議就是 他們當初是集團性犯案 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台志光的預算 在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有一個議員就說 這個不合理的時候 差點就打起來了 對方另外一個議員 就拿椅子就砸了 這講到他痛處嗎 就是他們就是要護航 簡單來講就是收錢辦事 你就是要護航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東西新聞會出來 陳崇文講的這一段 為什麼會出來 這代表說 陳崇文在裡面軟腳了 最近的天氣一下子濕冷 一下子又很熱 羈壓好不好壓 羈壓不好壓 陳崇文在裡面關得住嗎 關不住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動不掉了 動不掉 表示他要交代了 那要交代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這東西會上新聞 因為表示說要敲山政府 要他們去串貢 記不記得陳崇文 為什麼會被羈壓 陳崇文第一次 在地檢署的時候 是交保的 他做了一件很不聰明的事情 他一交保之後 馬上又去跟人家借了電話 打給證人 沒有想到被他打電話 那個證人就是檢舉人 所以他為什麼會被羈壓 所以串政失敗 對 反而被抓到把柄 對 周早這句話很重要 串政失敗 串政犯罪嫌疑的人一定會串政 你串政要成功 你串政失敗 所以他就被羈壓了 所以現在為什麼會把這個東西 給放出來 就是告訴大家說 陳崇文在裡面已經交代了 你們在外面的人 趕快去找律師做好準備 另外來講的話其實 所以接下來會新風雪雨嗎 接下來就會一個 拉著一個 你有去開過協調會 你有去 這個我就倒回來講一下 現在立法院通過這些陽光法案 對這個相關案子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對這個案子恐怕是影響不大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在他們 檢調檢聯的手上了 已經正半鐘了 對 我覺得這個國會 弄的這一個聽證調查權 王毅川政策會執行長那個案子 比較有可能 那個比較會有戲 陳崇文的東西 他不會真的是莫名其妙成了第一案吧 我覺得這也不無可能 但是這樣回頭來講陳崇文的事情 恐怕還不會善聊 除了這些廚餘的事情 聽說還有其他的東西 所以挖 挖 挖 會挖出更多更多的保障 而且很多都是跟市府的官員有關係 因為你沒有官員的配合 你議員在那邊耍威風 敲來敲去是沒有用的 他包括我們看到立法院改革裡面 有國會的相關法案 因為自由時報會用國會的擴權法案 但是我們大家看到的是陽光的改革法案 但是柯建民說接下來 總統一公告之後他們會提釋憲 而且賴清德今天已經公開支持 說支持行政院提這個副議 支持黨團來拚這個 所謂釋憲的部分 所以柯建民甚至已經扯到上綱道 國會被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長臂管轄 然後包括中嘉賓也講說 下一個戰場就是憲政戰鬥的開始 其他人都有提出來 但國民黨的立委翁曉玲 他有講說大法官曾經有兩套的解釋 對立法院刑事調查權 其實都是肯定的 所以這個不見得打了 所謂的國民黨就一定會輸 但大部分的專家是認為說 也許最後的結果 就是大法官會認定 部分的條文是違憲的 因為有些民進黨自己也是支持的 但是有個大問題 我們現在有七個大法官 在今年十月底的時候 就即將卸任 到時候可能要改選 所以有人講說 可能拼在十一月之前 趕快讓這一些宣布出來說 違憲或者部分違憲 又或者沒有違憲 趕快有個結果 國民黨的首席的副書記長林思民 他就講說一講時間點 第二個他說這些法官 就算有幾個是有風鼓的 但基本上都是綠藥藥 所以你可能很難撼動 亮哥甚至講一件事情 你如果在這些解釋之前 你先暫時處理 讓這些法令 你故意不去執行的話 這個可能會是一個 朝野惡鬥大風暴的開始 請教楊明 這個行政部門 他經過總統同意 他可以提一個叫複議 複議但是依照現在的國會生態 就還是藍白多數的狀況下 複議就算提進去 只要立法院一樣維持原狀 就又打回了 就是照樣又執行 只是拖延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才半個月 大概半個月到一個月 半個月一下就過了 對 所以最晚最晚7月 這個新制一定可以上路 就7月份一定有上路的機會 好 那如果7月份 大家要記得我們這一次的 立法院的所謂的會期 是延到7月中 所以有可能到時候在7月中之前 就有所謂的調查小組 或調查委員會就成立了 7月可能就辦第一個案子 對 就有可能開始啟動 你現在有聽說 真的就是針對疫苗超私 還是王毅串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我相信現在藍白陣營 他們一定要 因為這個要兩個政黨 都要有共識 他們才會才有辦法成立 要過半 要過半 他不是最大黨說了算 可是7月的時候 立法院是在修會嗎 這一次延會延到7月16號 這麼剛好 所以這個我跟你講 民進黨都有算過了 那當然釋憲這一條路的關鍵在於說 有沒有辦法爭取到 所謂的暫時處分 就是我暫時讓你這個法失效 在我釋憲結果出來之間 我先讓你先暫時 這到底行不行 這個就要看憲法法庭怎麼處理 比如說是全部失效 還是一部分失效 都有可能 但是這種所謂的暫時處分 最多只能6個月 最多就凍結半年 但是這個州長你也知道 我們的釋憲案 少則一年到兩年以上 所以暫時處分也是暫時的 他也不可能一直凍結在那邊 所以這個就是民進黨 當然就打這個所謂的憲法官司 那憲法官司裡面 當然第一個 這次他們說什麼改革 有好幾個層面 比如說國情 總統要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要急問急答等等這些問題 還有什麼聽證調查權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奇奇怪怪什麼 人事同意權要記名等等 哪一些會違憲 哪一些不會違憲 可能不是全部 不是同胞 目前我認為民進黨 最希望違憲的其實只有 總統的國情報告而已 而這一個確實在 這個所謂的 憲法的文字裡面 是有疑義 是有疑義 為什麼 因為他是說總統得 去做國情報告 他並沒有因 可是未來我們的直選憲法 是把它列為每年固定報告 所以這一塊 確實有可能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而沒有辦法上路 可是所以民進黨 其實叫微微救兆 他實際上是要救賴清德 不要讓賴清德去立法院 所以老柯 那時候接受媒體專訪 他講了一傳 他說在河縣之前 賴清德恐怕不會去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即便是現在的機制 我們不看新法 現在已經有黨團 邀請賴清德到總統 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這個案子目前就擱置了 你看 即便按照限制 他都不願意去 所以我只能說 賴清德真的很不喜歡去議會 他可能對國會或議會 他都有一個叫做恐懼感 或者說反彈 因為如果跟自己不利 比如說議長不是自己人 他就會很反感 尤其立法院的議長又是韓國瑜 對 就是不是自己人 當初是李全教 也不是自己人 所以這一次 這個當然大法官 我認為綠營他們應該是有分析過 視線對綠營相對有利 因為複議就是比立法院 再表決一次 對 所以視線相對是有利的 所以最後應該是走這條線 可是在這段過程裡面 他們號召的群眾 如果今天走視線 你找十萬人去包圍立法院幹嘛 開趴啊 不是 他們要幹嘛 他們要練兵 這十萬人 比如說複議的時候 又會 青鳥又要出來飛了 等到之後立法院 有什麼爭議的法案 隨時可以召喚 這會變成未來 國會生態的一個重大變數 瑕疑這些群眾變成 是另類的多數黨 我跟你講真的是 這個幫我很大 我一開始主持國民的時候 真的很累 每天都很累 那個時候有一陣子 胖到整個臉是腫的 忙完之後 回家真的是就沒有體力 就只想吃 因為覺得我要放鬆一下這樣 但是我吃了剛剛好之後 就覺得 比較有體力 有餘力啦 就可以去運動 然後加上飲食上的這個控制 後來就瘦下來 小孩子上班 上課 老公上班 或者是太太自己也在工作 照顧小孩啊 需要長一點的 維持你的體力的話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我來講